白石市內昨晚9點左右再次發生刺傷事件 案件中導致1人死亡 而這已在該區3天內發生第二宗遲離棄襲擊案件 白石王家綺警表示 在昨晚9點15分左右被召往該市的Dolphin Street東面的Marine Drive白石海濱長廊位置 發現一名男子被刺傷 救援人員搶救無效 男子當場死亡 警方表示 有目擊者見到疑犯由Marine Drive方向逃走 當局出動警犬追尋 但未有找到疑犯 直到今天早上 警方仍然封鎖現場 整合凶案調查組正調查案件 至於在剛剛過去的星期日 昨晚事故發生的500米之外 有另一名男子被人用利器刺傷頸部 疑似是隨機襲擊 警方表示 兩宗案件的疑犯外形相似 警方形容疑犯在一名黑人男性 身高5呎11吋 最後一次露面的時候 戴着帽、身穿灰色臉帽衣 警方已增加是區內巡邏 此外白石市長Megan Knight 在星期一曾表示 未有收到任何關於社區犯罪率 大幅上升的報告 但市夫正研究改善社區安全的方法 包括安裝更多閉路電視 最近有沒有發覺在嘈雜環境 較難聽到別人說話 或者經常要別人重複 甚至有耳鳴的情況 如果有 快點找永明聽力的專家 曠永明小姐 她有多年助聽器驗配 和舒緩耳鳴經驗 創新隱形AI智能助聽器 有超強減雜音功能 在嘈雜環境都可以清晰聽到別人說話 現正推出雙重大優惠 立即致電預約聽力測試吧 農曆新年想買優質養生產品 那就要去港利行 他們不止有優惠 花其心仲是百分百安省種植 還有滋保養銀的燕窩棧系列 和豐富膠原蛋白的海參 多款產品都有正美禮合裝選購 還有更多產品 可以到列治文時代廣場門店選購 港利行連續十二年成為 加拿大安省花其心指定經銷商 現在更有網上服務 在網站訂購 就送貨到全加拿大及全中國 養生健康受選港利行 温哥華一間獨立屋 最近以高於掛牌價近100萬元的價格成交 原因就單單是它具有發展潛力 該獨立屋位於西十九 Avenue 3905號 是一棟屋領達98年的獨立屋 掛牌價為389萬元 但成交價則達到480萬元 相差近91萬元 這間獨立屋在成交之後 因為所謂的發展潛力而很有可能被拆除 根據地產商所發出的掛牌資訊 仍然可以了解獨立屋的內部情況 該物業有四個臥室 兩間浴室 室內面積共有3492呎 屋內的裝修上算維持良好 不過風格就明顯停留在上一個年代 而地理上該物業靠近 卑斯大學 Pacific Spirit Park Jerico Beach等地方 一如溫哥華房地產市場的慣例 以一類成交的關鍵 在於其土地價值 不過該土地的價值為385.4萬元 成交價仍然高於土地價值 地產商在網站上指出 需要向溫哥華市府查詢 以了解該土地的重建方案 Wancouver First Liberty 街壁地產The Winning Team 是大溫地區一支得到客戶信賴的出息團隊 因為有超過30年地產豐富經驗的 Winny Lamb 林太 忠誠服務客戶的Terence 一切以客為本的Jessica 誠懇對待客戶的Daniel 還有我與時並進力求創新的Edgerson 我們為你提供專業地產服務 當你覺得聽力越來越差 和人溝通有困難的時候 有沒有想過一對配得好的助聽器 可以幫助你從事與人溝通的樂趣 來Lensan Centre的卓能聽力中心 找經驗豐富的李智蓮博士談談 它不僅提供全面專業聽力服務 更可以為你配合一對合適的助聽器 現在的助聽器優惠高達7折 還有機會拿一個高清電視盒 優惠期有限 快點打個電話給卓能聽力中心預約 根據加拿大環境部對大溫地區的天氣預測 該區將會迎來潮濕的一個星期 並會連續不斷地下雨 環境部預測 在未來7天大溫地區都會出現降雨 而去到下星期二為止 最高溫度都會處於攝氏11至14度之間 而最低氣溫平均就會在8度 溫哥華島的天氣情況也類似 雖然預計4月正如的時間都會下雨 不過本月至今 溫哥華的降雨量只有20毫米左右 但在去年同月 溫市降雨量為99.2毫米 而22年同月的降雨量都在90毫米水平以上 比斯散府官員最近不斷發出警告指 省內在下季可能會面臨剛行 因為省內的積雪量是在50多年來的最低水平 而為了管理工水量 由5月1日起 大湾地區開始實施行水嶺 區內居民每個星期只能在指定時間內 灌溉草瓶一次 9日12時半約定你百家店情懷不變 老地方見 最近二手車市場可能多了很多損貨便宜車 如果你真的想買 記住小心點 因為這些隨時是塞車的拆裝 因為現在司法機關對走私車輛出口的港口加強檢查 被偷的汽車出口有困難 於是拆裝車就改頭不換面 變成出口轉來銷 警方估計 目前有接近三分一的被偷車輛正在加拿大境內銷 這與半年前的情況相比有顯著增加 什麼叫做改頭不換面 即是車依然是那一架 但車輛識別馬就被人非法改了 這種非法更改車輛識別馬的做法 很久之前已經發生過很多次 不過就不明白為什麼政府就是不去堵塞這個漏洞 反而繼續被匪徒借著這個漏洞 很多買到拆裝車的車主說 他們其實本身都是受害人 有些東西你靠政府靠不到就唯有靠自己 克羅克就是買了拆裝車的受害人之一 他2022年在多倫多一間車行裡 買了一架二手的Ford F150輕型卡車 車上的識別號碼已經被人改了 成為另一架在美國猶他州同款車的識別號碼 他檢討過自己上當的原因 就是買車的時候縮固了一個細節 而這個細節是值得大家一起留意的 當時他在福特汽車公司的手機應用程式裡 輸入了車輛識別號碼 照道理這樣是可以通過手機軟程卡著車的 但是不成功 應用程式甚至還會顯示車的位置 是在美國而不是在安省 而汽車油箱裡的油 跟他儀錶板上看到的也有不同 但是他就以為這些是應用程式出了問題 沒有理到 直到他的車遇到車禍 他要對車身進行維修 技師根據儀錶板上顯示 那個汽車識別號碼去訂購零件的時候 然後才發現零件不符沒有辦法安裝 黑來黑在Google上搜查那個汽車識別號碼 才發現這個號碼的車原來是在美國猶他州 而車上的這個號碼是偷車賊做了一張假的號碼 然後貼在真號碼上遮住了 所以就避開了司法部門對被偷的車輛追蹤 而負責車輛登記的安省服務處 所以當日克羅克那架車就很順利過戶 他之後立即報警 警察則離,像是車拖走 然後還給原來車主的保險公司 而克羅克自己的保險公司就不肯賠償他的損失 而克羅克就去找回那間車行 經過理論之後,算他幸運,收犯至錢 但就沒有獲得任何賠償 至於警察有沒有之後去查這間車行 為何會賣這車呢?他又不知道了 被人用在那些拆裝車上的假的車輛識別碼 在哪裡來的呢? 原來是在那些已經報廢了合法出口 或者美國的類似車輛的號碼來的 這些號碼去廢車回收場 或者是搜集出口紀錄 甚至你在商場的停車場上打個回合 你都找到的了 真是易過借火的 加拿大和美國 都是沒有全國性的車輛登記系統 加拿大全球汽車製造商總裁兼首席執行官阿當氏說 就是這樣 造成了同一個汽車識別號碼 可以在不同省份國家 為同一類型的車輛進行多次登記 溫哥華明天4月25日星期四的天氣預告 日間有雨 氣溫最高10日度 晚間依然有雨 氣溫最低9度 如果想在星期一至五準時收睇我們530新聞 請訂閱名炮DailyRancouver的YouTube Channel 喜歡條片的記得給個like和share條片 請訂閱 轟動華人圈華人地產女經紀陳寶玉 被指涉嫌騙取華人屋主家案物業去投資的這件案 目前階段可以說是宣布完結 去年9月 被約一區警方以15項欺詐罪名展開調查的地產女經紀陳寶玉 警方昨天說她的控罪已經撤銷 聽到這個消息 涉案的五名事主之一的陳欣美女士真是涵得一句句 陳欣美女士就是因為這件案 她還不到貸款而被習達利趕出自己的房屋 她原本希望警方對這件案能夠掌握到欺詐的證據 這樣就可以幫她拿回房屋 結果現在收到的是警方對陳寶玉的撤控通知 昨天即24日 有一區警方有組織犯罪金融犯罪調查組的探員 克斯特發了個E-mail給陳欣美 E-mail裡面說 你所涉及的案件將不會繼續審理 控罪亦都會被撤回 經過仔細考慮並且與檢控官協商之後 我們確定定罪的可能性是極低 撤回檢控的決定是在對所有可用選項進行全面評估 並且考慮到所有相關方的最佳利益之後作出 好多謝你對這件事的理解和合作 亦都好多謝你對這件重要事件的關注 這件案是去年9月有人向警方舉報 說從2016年到2021年期間 華人女子陳寶玉涉嫌利用很多華人業主不懂英文 缺乏金融知識的弱點 通過了教會組織 取得到一些華人業主的信任 再涉嫌以借錢為理由 或是以畫大餅的方式 跟業主說有賺取高額回報的地產投資機會 帶著當事人開始聯名戶口 業主之後投訴說在他們不知情的底下 物業被人拿去做二案三案 然後再把案揭得到的錢拿走了 陳恩美女士就是警方確認的五個受害人之一 今年2月5日由於她無法償還案揭貸款 被法庭執達利上門把她趕出家門 她原本就是希望案件如果能被判定為欺詐 她就有機會拿回家屋 陳恩美女士就警方的通告 向一位從事地產和商業事務的大律師求夾 這位勝利的大律師回信給她說 警方似乎是沒有積極搜查證據 這件案調查是有嚴重的不公平現場 但很不幸的是 你 陳恩美女士是最初同意案出你的物業 令到這件案現在變成這樣 從法律上來說 如果不能對陳保育定罪的話 我對這件事也無能為力 安省一名長者在網上尋求技術支援 但陷入網絡騙局損失25,000元 專家提醒在搜索引擎裡 尋找有效信息必須非常謹慎 網絡騙局無處不在 83歲的吉布斯 是安省喬治鎮居民 今年4月初 他在Best Buy買了一台打印機 在安裝過程中遇到困難 所以他就決定求助於Best Buy的Git Scott 這是Best Buy的技術小組 擁有專業技術人員 可以按需要提供電子器材的技術支援 加布斯在Google輸入Best Buy和Git Scott 出現一個類似的網站 上面有Best Buy的標誌 還有一個電話號碼 但這是釣緣網站 通過模仿正規網站令用戶上釣 加布斯撥打號碼 對方跟他說 他的張戶裡有退款 加布斯說 我確實覺得有點奇怪 但畢竟是Best Buy和Git Scott的電話號碼 他說我會收到349元退款 騙子和吉布斯說 需要他的銀行信息 他說自己沒有網上銀行 騙子說可以幫他開設網上銀行 就在這個時候 騙子說他們犯了一個錯誤 錯誤地將1萬元傳入吉布斯的銀行戶口 吉布斯必須去銀行把錢還給他們 吉布斯多次去銀行和比特幣自動貴元機匯款 最終損失了2萬5千元 Best Buy發給吉布斯的一封信中說 我們一直和執法部門合作 打擊這些欺詐企圖 那些實施欺詐行為的 不是我們的團隊 技術專家兼漢博學院副院長 塞姆斯說 犯罪分子越來越擅長 偽裝網站 令他看來好像真的 並提供看來真實 但直接進入犯罪組織的電話號碼 他說 我建議要時刻保持懷疑 因為騙子就在那裏 他們正想方法切法欺騙你 塞姆斯提醒消費者 對於獎勵或退款要特別當心 不要洩漏個人信息 銀行或銀行卡號碼 並且要用防毒軟件 多倫多是一間位於Denford-Garpey Avenue的珠寶店 被五個無面劫匪打劫 事件中無人受傷 警方今日公布有關閉路電視片段 案發在星期一 五個無面劫匪開著一部偷回來的汽車 前往他們鎖定的珠寶店 五個人走入珠寶店後 就拿出錘仔和胡椒噴霧 片段所見 五個人用工具敲碎飾軌 將珠寶手飾塞進袋裡 警方接報後立即派員趕到現場 並跟蹤其中三個賊人 經過一輪追逐後 警員抓了其中三人 他們現在被警方扣留 事後警方在現場檢獲一部塞車 一支胡椒噴霧和部分被劫走的珠寶等物件 被捕的三個男人都是來自多仁多士 他們現在被控持有攻擊性武器搶劫 意圖偽裝和藏有賊裝等罪名 正在香港訪問的英國外交部國務大臣 卓雅敏 今天先後與本地政商界會面 其中財政事務和庫務局長 許正瑜下午代表港府與卓雅敏會面 他會後在社交網站說 自己在2018年起 首名訪港的外交部大臣 並與許正瑜討論英方 對香港自由權利侵蝕的關注 以及在兩個國際金融中心之間的合作 卓雅敏下午在英國駐港澳總領事 大偉新陪同下 在政府總部逗留約五十多分鐘 卓雅敏會後回覆明報查詢的時候 以好形容在香港的行程 被問到港府官員 有否聽到英科的立場 卓雅敏說 和不同的人會面是好事 卓雅敏今天早上現身中環匯豐總行 據悉和匯豐和香港英商會代表會面 英商會主席向明報確認 曾經與卓雅敏會面 但不會再進一步評論 陳子華在黎智英案作公時表示 2022年10月他首次被捕 獲釋後查期間 Mark Simon向他表示 無需擔心被捕 稱和黎智英會在美國安排後路比例 並指陳子華應該繼續國際遊說工作 到11月 Mark Simon表示他早前安排寫手 報導事入美國民主黨候選人拜登的新聞 被人拆穿造假 為免影響壹傳媒 他會持續他在壹傳媒的職位 但實際上他仍然輔助黎智英 所以陳子華可以繼續聯絡他 陳子華公稱 2022年6月國安法生效之後 美國線、英國線和日本線的遊說工作均繼續 同年10月10日 他涉嫌協助罪犯而被捕 獲釋後查後數天 他致電聯絡Mark Simon 對方叫我不用擔心 並稱會和黎智英會為陳子華 安排法律支援和後路 又會幫陳子華打探他案件的消息 Mark Simon又叫陳子華要有心理準備 會因國安法而再被捕 但又叫陳子華無需擔心 應該繼續進行國際遊說 以推動制裁 逆月兩個人再次通話 Mark Simon提及他早前安排寫手 報導適任民主黨候選人拜登的兒子 是中國經商 這篇新聞不僅被揭發造假 事件更加可能得罪民主黨 以及引來FBI的調查 有否觸犯干預美國總統大選 Mark Simon和黎智英相討之後 為免影響壹傳媒的利益 而決定辭職 不過他仍然繼續為黎智英打點海外的生意 叫陳子華不用擔心他 以及仍然可以透過他聯絡黎智英 陳子華表示沒有特別回應對方